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红烧鲤鱼怎么做才好吃 我们两广这边很少吃鲤鱼 绝大多数都是吃罗飞 就因为它小吃比较多 其实鲤鱼是非常好吃的 特别是野生的鲤鱼 吃起来特别的鲜嫩 还有鲤鱼 有两条鲤鱼 大家看这个鱼现在还是很活跃 这第二道菜呢叫做红烧鲤鱼 一条大的一条小的 第一步我们先把鲤鱼给它窄杀干净 先用刀把它拍晕 这个鲤鱼我们只需要去除它的内脏 还有鱼筛就可以了 鱼鳞就不用去 我们这边有句话叫做 宁丢十两斤 也不丢鲤鱼鳞 鲤鱼鳞是非常好吃的 你们别把它丢了 可惜了 番茄我们先给它上面这里打一个十字花刀 把打好花刀的番茄放到一个碗里 再用开水给它烫一下 一会儿去皮就可以方便一点了 好了 现在就可以很方便的去皮了 去好皮 先把它切成厚片 再把它切成条 接着再把它切成小粒 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准备一点姜把它切成片 蒜米也把它切成片 切好放入碗中备用 葱白切成段 葱叶切成葱花 切好了以后 分别放入碗中备用 好了 所有的食材都准备完毕了 锅里面把油收热 驴鱼下锅煎 煎鱼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 这个时候要转成小火慢慢的煎 晃动锅身呢能够使鱼均匀的受热 这第二个呢也可以防止糊底 不会说中间已经黑了 两边还没有熟的情况 先把鱼煎至一面金黄 给它翻个面 继续煎 继续给它晃动锅身 不会晃锅的同学可以用锅铲 推来推去也是可以的 把鱼煎至两面金黄了之后 先把鱼扒至锅边 下入姜蒜片炒香 姜蒜片炒香了之后呢 就可以下入番茄 番茄呢要多炒一会儿 把里面的酸味呢 把它激发出来 这个时候就可以把鱼推进来 从锅边淋入米酒 加入两碗清水 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调味了 加盐 糖 鸡精 胡椒粉 生抽 两勺的蚝油 少许的老抽 调一下颜色 汤汁煮开了之后 盖上一个锅盖 转成中小火 先焖煮十分钟 大家在做红烧鱼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这样焖煮的红烧鱼 大家一定要注意 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胶原蛋白 所以呢非常容易粘锅 大家要每隔两分钟 用锅铲 给它铲一下锅底 以防它粘锅糊底 现在的鱼已经焖煮了十分钟 给它翻过另外一面 继续焖煮十分钟 在翻鱼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别把鱼翻坏了 重点呢 我还要重复一次 在焖鱼的过程当中 每隔两分钟 用锅铲铲铲一下锅底 以防它粘锅糊底 好了 现在已经焖煮了二十分钟 先把鱼打出来 盛到盘子里面去 锅里面的汤汁下入葱段 接下来给汤汁打一个芡 大家要注意的是 不要把芡扣得太浓了 是流水芡 最后再淋上几滴芝麻香油 芡汁上面加入一些明油 把它滑匀了 加入尾油能够使芡汁变得更加的光亮 然后把汁水淋在鱼的上面就可以了 这个汁水拌饭真的是非常好吃的 撒上一点葱花点脆一下 这道红烧鲤鱼就制作完成了 鲜香味美带点酸 非常的开胃 好了 这道红烧鲤鱼就做好了 这个是我们本地的口味 带有一些番茄的酸味 加了一点糖 综合一下味道 我觉得应该不错 这个是盒里面的鲤鱼 应该很鲜甜 无论是大的小的鱼鳞都不用去的 鱼鳞经过煎制了以后是很好吃的 我来尝一下这条小的 河里面的鲤鱼 特别的鲜 但是鱼鳞是一点都不会硬的 经过煎制了之后 脆脆的特别好吃 来尝一下这个大的 这个大的肉更加厚一些 也会更鲜 嗯不错 我们本地口味的红烧鲤鱼和外地口味的红烧鲤鱼不同 这种它有微微的番茄的酸味在里面 综 deamar鱼的鱼鲤鱼锅 training 这里是特别开胃的 超级的下饭这种 Et情 现在我八不得现在就想多吃两碗饭 打碗翻过来吃 好了 大家都看到这里了 是不是可以帮我点个赞再走 本期视频咱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